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MikeLin 欢迎来到康氏百科的家庭健身视频系列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在家里如何锻炼小腿的方法 首先申明一下这个小腿 很多女生如果说小腿怕粗的话 那么这个动作要少做 但是如果你的小腿比较细 你只是想改参一下线条的话 这个体肿的动作可以做做 那我先示范一下 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能锻炼小腿的话就是提走 OK 这个可以看到这样的小腿拉伸 这样的是小腿收缩 OK 动作要领 首先这个站是差不多脚掌站在楼梯上 OK 第一动作要领先是要伸展的时候要充分伸展 而不是到这里就可以了 最好是充分伸展 第二顶峰的时候一定要收缩 甚至可以停顿一到两秒钟 然后缓慢的放下充分伸展 那这样 那两个半的变形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是觉得这样刺激还不够的话 那么你可以做单腿的 单脚来 你看 OK 当然如果做单脚的话 第一 两个交替 第二的话 一个变形就是说 如果你想刺激不同的部位的话 那么你可以改变一些姿势 这样可以这样的 稍微这样站立 这个对外缘刺激比较多一点 这个对外缘刺激比较多一点 也可以这样站立 内侧小腿刺激比较多一点 这个就是在家里就可以锻炼小腿的方法 找个楼梯就可以做 再强调一下 这个对于小腿想粗的人 你做这个呢 是不可能帮你瘦小腿的 做这个呢只是小腿 本身还可以 你只想改善一些线条的 那么你可以做这个方法 锻炼一下小腿 好的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